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7月10號禮拜六 是個非常lucky的一天啊 那現在時間的話是下午才5點23分 就想做個空檔 來打一下網塑壓一下 那順便清理一下包包 因為包包的話蠻多的就是這個戰場寶箱沒有開的 那我開完之後呢 就發現這個軍團頻道這邊 有這個大隊長 跟我講說橘色也恭喜 那事情說 有恭喜 豪小也說恭喜 莉莉又要哭了 那我想奇怪要恭喜什麼 那我就來看一下這個全國頻道 才發現說原來啊 我開到了這個泛城玉 開到這個泛城玉 真的是蠻lucky的 哎呀 這邊有火車啊 希望不要不小心掃到他們 OK應該沒有應該沒有 因為我泛城玉老實講我真的是蠻缺的 我現在身上的話就一顆 就一顆我從以前到現在的話 總共就開到4顆 有這個 這個機率真的蠻低的 蠻低的 那如果說開不到的話又買的 一顆要3000斤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喔 等一下功能 也不是熱門 熱門一顆3000斤啦 所以今天的話等於賺了3000斤啦 今天的話真的是蠻幸運的 等於賺了3000斤 非常的爽 非常的爽 對我還沒有跟他們謝謝 謝謝一下 感恩 感恩 因為我剛剛才發現到 感恩 剛剛 剛剛 才 注意到 才注意到 所以各位朋友這個戰場 記得要打 記得要打 雖然說機率不高 差不多是 我記得好像是一箱的 機率好像是1%吧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這個戰 然後戰場 我看一下 記得是1% 1% 那一天的話可以打兩次嘛 所以是兩箱 所以差不多50分之一 所以差不多就是 你50天的話 如果說你每天都有打的話 你50天就可以 開到一顆啦 所以戰場的部分的話 還是要請到一點 請到一點 如果說你50天每天都有打的話 就一顆 然後你差不多 經過250天就會5顆啊 那差不多你玩一年啦 如果說你戰場每天都打的話 玩一年差不多應該就可以崛起一隻橙色化身了齁 大家就這樣子 所以要輕鬧一點齁 不過我都不是自己打就是齁 都是這樣我妹妹把我打的 OK 那我繼續打完了齁 繼續打完了齁 就是把握這個難得的時光 因為現在的話有卡通可以看 所以我就讓我小朋友看卡通 讓我一個人偷偷的玩 那晚一點的話 再去準備他們的晚餐 給他們吃 好 先這樣子 晚上的果戰見 掰掰